近日有民众目击 基隆是一名行动不便的长者过斑马线 但是走不到一半 耗制就变成了红灯 被卡在路中间 这时候有一名路过的机车骑士 直接下车把老人家扛离路口 影片曝光之后 有网友称赞骑士的善心 却也有人认为老人家健康状况不佳 担心骑士这么一扛 长者会受伤 车水马龙的路口亮起绿灯 车辆呼啸而过 赫然发现一名长者阻着雨伞过马路的速度极为缓慢 不少车辆停下里让 只不过在车来车往的道路上 实在替他捏一把冷汗 这时有位骑士似乎看不下去 迈向老人从背后环抱 小跑步帮他扛离路口 途中老人的鞋子掉了 还有热心的路人协助捡食 合力将他护送到人行道 有近无险的荧幕全被后方车辆拍下po网 有人称赞是最美的风景 也有人建议用服的比较妥当 也有网友提醒 若老人因此受伤 其实反倒会惹上麻烦 蛮有爱心的啊 怕老人家会受伤 第一是好的 但是行为是不好的 比后心做拍戴金 应该是要这样讲的 正确的方式是应该要帮忙挡的 而事发地点就在金龙长根约附近 是长者就医的必经之路 而实际来到现场绿灯只有27秒 部分长辈若行动缓慢 恐怕走不过去 可以再长一点 没关系啊 秒数过短受到讨论 而骑士暴涨者过马路 原先善心一举掀起两方论战 也让行人礼让的议题浮上台面 这是蔡志恒 金龙报道